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活动轮的认识篇 那活动轮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它是运用在活动用的 所以如果是移动轮、滚轮、轮子等等这类的名称呢 我们所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活动轮这类的呢 它是属于五金零件里面 我们要运用来移动用的 所以其实在很多场合 我们可能都有看过类似的 只是说我们在需要选用的时候 因为种类是比较多 功能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导致说 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选用哪一种 以及说我们哪一种场合呢 需要用哪一种比较合适 那今天就会以入门来带大家认识 深入浅出来了解一下 各种活动轮呢 它有什么特性 以及说我们选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跟了解它呢 我们就去看下去了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活动轮它主要的两大类 活动轮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结构主要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一个轮子 那轮子这个部分呢 有的地方呢,它是有装轴层 那有的地方是没有轴层的 那这边呢,细部就没有讲的太详细 主要来介绍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几款 那这里呢,主要两大类 我们先看左边这边 第一大类属于固定型的 固定型的意思我们来看前面这里 它是属于一个,有一个板筋的主体 板筋主体呢,有一个U字形的底下呢 运用螺丝 当然有一些呢,是用锚钉的 用螺丝有一个好处在于说 我们可以去做更换轮子的一个动作 我们只要把螺帽松掉 我们就可以去做更换 那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固定型的 那第二种呢,它是属于 它是可以万象的,活动型的 活动型这个地方呢,它就有闪珠在这里 所以它也是一个板筋的主体 那其他的地方呢,跟固定型是类似的 这个部分呢,有一些像画面上这样子 是用螺丝去锁附的 也有一些是用锚钉的 那锚钉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做更换 就要整组的活动轮去把它做更换 那这里呢,我们介绍的是那种锁螺丝型的 等一下后面会来讲解其他细部的 我们再来做探讨 那这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主要两大类 固定型以及活动型 那至于这方面的运用呢 等一下后面的章姐会来详细的解说 那这里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办公椅轮子型的 那这里呢,应该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好像是我们在办公室所用的办公椅 最常看到这类的轮子 它的主体呢,都是用塑胶所做成的 那这边呢,有一些呢,是锁螺丝型的 有一些是差片型的 那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差片型会比较多 所以往往这个办公椅呢 如果轮子坏掉,一般都是比较难去做更换的 有可能是整个椅子会换掉 那另一种呢,是属于像画面上这样子 它是锁盘式的 那这一部分呢,椅子的话会比较少看到 像有一些,像是主机的一些移动板 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这类的 那这里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身边周遭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办公椅轮呢 主要都是运用在办公椅这边会比较常看到的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螺丝外牙型的活动轮 那这边呢,有几种是差片型的 因为它的外型呢,是比较类似 所以让,这边让大家做个比较 那最主要我们来看的是外牙型 外牙型的话,顾名思义就是 当我们的物件呢,它是有供内螺纹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活动轮呢 就是直接锁附进去 这方面是比较轻松方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结构 主要都是板筋主体 那当然板筋都是用冲压成型 所做出来的 然后上端的部分呢,是使用闪珠结构 那闪珠结构呢,它是有点类似 就是轴层里面的指推轴层 因为我们的活动轮呢 它所要承载的就是轴向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运用类似指推轴层的一个结构 来承载轴向的力量 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的承载力跟精密度 绝对是没有轴层那么好 但是它的功能是有点类似的 它会带点旋转 然后承受轴向力 所以才能达到说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能承载一些力量 那这边有几种类型呢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当然有一些有刹车型呢 等一下后面会再来做讲解 那等一下后面呢 会来介绍另一个版本 那有讲解到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方面呢,还有什么样的缺点 那这边呢,先让大家来熟悉一下 螺丝外牙型 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板筋转接型的 那这边呢 跟刚刚所介绍的 螺丝外牙型就是 非常类似 但差别在于说 螺丝的地方呢,变成一块板筋 所以板筋的话 一般都会有四个孔 那四个孔的话 我们就是 索富士跟螺丝 那这边的优点在说 它的承载力绝对会比 外牙型的还要好 一般我们如果是使用外牙型的 然后你如果你的物件 你的物品非常的重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有可能 这根螺丝会断裂 因为它有侧向的力 螺丝承载可能会 直接断掉你的移动轮 或火动轮 就会 没办法使用 这时候我们就非常适合用 板筋的转接型 它的称载力是非常好的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几种 像刚刚我们有介绍的固定型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 活动万象型的 有一些有带刹车的 那这边来介绍一种 像刚刚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半公仪型的 也有这种转接板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为什么会特别放在这边 因为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 不是说上面是一个板筋 就代表它的承载力比较好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底部的结构 像这里它是插片型的 所以它的结构呢 其实是跟外牙型的是一样 所以这边要承载 很大的重力的时候 侧向力有可能这里会直接断裂 像我们一般这种板筋转接型的话 内部是使用闪珠结构 所以它是类似指推轴层 所以这个方向的承载力是非常好 以至于说 它这个地方所承载的面呢 会比较大 所以有四根螺丝呢 来去做一个抗压的动作 所以当然它相对的 侧向的承载力会更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板筋 板筋最主要呢 我们都是以这种形式的 长圆孔 当然有一些是像 侧向的 会有点像是我们的 电视的转接板 也会长得像这个形式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刹车型的活动轮 那刹车型活动轮 一般都运用在万向移动式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外牙型的 或是板筋转接型 我们都会看到这类的 那有几种 如果比较简单型的呢 会用板筋结构 像这三个 我们用板筋结构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是用脚去踩它 踩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它就会压迫着我们的 火动轮 这个轮子的地方 导致这个轮子是没有办法转动 所以达到刹车的功能 像这类的板筋也是 我们从这个地方的 力量往下压 当然我们要 回去的时候呢 一样要反方向的给它施力 所以它的缺点在说 有时候 如果你的 刹车 刹柱 卡死了 那你要弄回来的时候 会比较不方便的 所以后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会比较 方便型的 像这类是塑胶型的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用脚踩的时候呢 它就直接做一个 刹车的动作 当我们再踩它一次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刹车放开 所以 我们这种呢 方便型的话 我们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 当然 成本相对会比较高 那这边就要看各位 使用的需求 来选用我们合适的一个 刹车的活动轮哦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选用活动轮 我们刚有介绍了 这么多款项之后呢 那这边呢 大概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边我们最常用到的呢 是固定型跟活动型来做搭配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想像是 像我们在大卖场所运用的购物车 如果你仔细去发现 你会看到 其实购物车有四个轮子 那其实四个轮子里面呢 有两个是固定型的 两个是活动型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可以想像是我们的车子 像我们的车子也是前轮是可以活动的 但是后轮是固定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转弯的动作 所以 可以购物车一样的道理 好像是 轮椅也是这样子 前面两轮是活动型的 后面是固定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大多数所看到的 活动轮它的结构呢 都是四个为一个单位 然后 大多看到的都是 两个是固定 两个是活动 当然不一定 有时候呢 我们是四个都用活动的 这样运用起来呢 它的灵活力呢 会更好 当然有时候 我们不一定也是用四个 我们可能会用到三个 像是摄影器材的 摄影机的架子 我们可能就是用到 三个移动轮 那这部分呢 我们要选用的是 当我们的承载力 要怎么去看它 那这边呢 给大家几个概念 那这边呢 我们如果是承载力 要比较好的呢 一般会建议呢 是使用 板金型的 因为呢 我们是用四颗螺丝 它所附的面积比较宽 所以它側向的承载力 会比较好 如果我们是使用 像这种 螺丝外牙型的 有时候 你在推非常重的物件的时候呢 你在推的时候的同时 因为 它跟地面也是有摩擦力 有时候会导致说 側向力太大 然后螺丝就断裂了 或者是你的螺丝要非常非常大 当然相对成本会比较高 那如果你是没有成本的 考量的话 也许 你可以选用更好更大的 像这种 外牙型的 那如果说 成本考量上 可能没有办法用到那么贵的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用 这种板金转接型的 效果是不错的 当然我们要去选用说 如果呢 你像是 你是用在病床型的 那病床的话 我们就是要 选用要比较好一点 甚至要带刹车的 这样子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才不会发生危险 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选用它咯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活动轮的认识篇 那活动轮的认识篇呢 所介绍的活动轮呢 是种类是比较多的 那这边呢 我们大概来了解一下外牙型的 那这边外牙型 其实呢 我们在台湾大多数 我们所看到的 它的规格都是音质的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 像是 八分之三 二分之一 或是 八分之五 等等这类的规格 那我们比较少看到公字的 如果是台语 可能是三分四分五分七分 或是八分的 都有可能 那这边呢 我们就要依照我们的 内牙 来去选用我们适合的活动轮 这是我们要运用 外牙型的 必须要注意的 外牙型的话 我们这个牙如果不一样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用的 那相对的 我们如果使用板金型的 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孔位如果是 不一样的话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通用的 除非呢 你有办法 你有能力可以自己 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在你的床台 或是你的板子上 你会 重新钻孔公牙 或是你要用 自攻螺丝 木螺丝直接锁附上去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或是直接贯穿做 螺丝螺帽的固定 当然 那如果说 最方便的 当然就是 我们直接 买来就可以直接 做螺丝更换 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注意 我们的牙呢 我们的牙这个规格 有没有一样 可不可以通用 而再来是孔位 有没有一样 孔位如果一样 我们就可以直接做更换 那这边要大家去注意的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 拜拜